8月13日网上出现了一张疑似某固定 一航模进行垂直起降飞控测试的画面 并且还给出其实审飞601所的产品说明 但是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 网络上出现了一张海军公开招标的截图 当时这张截图轰赫然写着 XX6项目需要公开招标21MW 有燃气轮机进气过滤装置滋样 而当前海军范围内已知名称带有6滋样的 除了千吨级的056系列轻型导弹护卫舰外 也就只有076电子弹射两栖攻击舰了 对于一艘满载排水量不过1400吨的 056轻型导弹护卫舰而言 且其主要承担近海防御 所以就算改进也用不上21MW的燃气轮机 所以此次公开招标也就意味着 076电子弹射两栖攻击舰是真的存在了 甚至从076公开招标核心动力来看 首舰正式开工的时间已经很近了 那么601所选择在这个时候再次 公开进行固定一锤直起降战机的测试 难道是076项目根本不存在或推迟了 还是说075和076准备两条推走路呢 首先从两栖攻击舰的发展来说 就算是美国最新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 虽然发展至今 已经达到中大型5万吨级水准 并且能够同时搭载气垫艇 两栖战车直升机和F35B固定一锤直起降战机 但是美国级的两栖攻击舰在制空作战能力方面 仍然相比辽宁舰这种6万吨级的中大型航母 存在明显差距 而美国级两栖攻击舰虽然搭载的F35B固定一键载机 已经是这个级别综合性能最强的固定一锤直起降战机 但是其在锤直起降模式下 最大作战半径只有830千米 最大载弹量只有1.2吨 就算是在短距起降模式下 其最大作战半径也只有1250千米 最大载弹量也只有2.7吨 但不管是锤直起降模式还是滑越起飞模式 其连正常的制空格斗能力都很局限 所以两栖攻击舰在美国海军中 实战能力远比炫耀差的远 而对于我国而言 如果我们的两栖攻击舰一直走美国的老路 不仅追赶速度会一直很慢很慢 而且从长远角度来说几乎很难在短期内超越 加之F-35B的成功最为核心的就是其装备有一台 加力推力高达18吨的F-135小寒道握扇发动机 而我国短期内还无法自研成功这类先前航空发动机 所以对于我国海军陆战队而言 要想发展壮大 要想成长起来 就要和我国诸多新型武器装备一样 以弯道超车的方式追赶 超越 而在零七五两栖攻击舰基础上 加装已经成功装备福建号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 并且将动力系统升级为此前公开招标的21MW燃气轮机 那零七六两栖攻击舰就可以直接起降 福建号航母计划搭载的殲35隐身舰载机 从而具备比美国海军陆战队更强的航空作战能力 现阶段已经批量服役多艘的零七五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4万吨级 那基于零七五基础上加装电子弹射设备的零七六满载排水量肯定会达到5万吨级 而对于5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而言 如果只装备两台21MW的燃气轮机 其最大航速不会超过22节 但因为其要满足固定翼舰载机弹射 起降过程中不低于28节的甲板峰 所以零七六如果真的换装21MW燃气轮机 最少也要装备四台才行 而四台21MW燃气轮机总输出功率就是11.2万马力 放在一艘5万吨级的零七六上面其实非常合适 不光能够让推进系统达到28到33节的航速要求 同时还能够有多余功率产生电能 继而保障舰上的电子弹射系统和诸多电子设备正常运转 所以零七六弹射两栖攻击舰很有发展必要 而且从海军公开进行招标来看 零七六首舰开工建造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但是沈飞601所选择在这个时候 进行固定翼锤直起降战机航母飞控测试 看似很耐人寻味 但实际上并不会对零七六的正常发展产生影响 因为现阶段零七五仍然在批量建造之中 而且居船二批次三艘也准备开工 那么对于零七五两栖攻击舰而言 其满载排水量高达4万余吨 而且批量装备服役数量不会低于三艘 所以其也不可能永远只搭载直升机来完成航空火力支援 那么以海军的规划来看 要么零七五未来在两栖垂直登陆作战中 同时搭档零七六电磁弹射两工 零七六主要搭载歼35固定翼舰载机 零七五则主要搭载各类中大型直升机 来共同完成两栖抢探登陆作战任务 要么就是专为零七五搭配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固定翼无人机 这样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无人机研发难度要 比F35B这类有人垂直起降战机简单很多 同时审飞601所此次验证的固定翼 垂直起降战机的飞控系统也有未来实践之处 中国为什么无法仿制F35B 世界上第一款可以实现短距垂直起降的战机是由 英国霍克公司与布里斯托尔公司研制的钥匙战机 该机采用后略翼气动布局 装备一台飞马发动机 该款发动机设计独特 前后四个喷管可以转到垂直向下的位置 在喷起反作用力的作用下产生向上推力 从而使战机实现垂直起降 钥匙战机的问世 为以后航母舰载机的发展革新提供了创造性的新思路 在这种思路的引领下 由美国霍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F35B舰载机问世 该款舰载机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实现短距垂直起降 是目前全球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隐形五代舰载机 F35B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主要是因为其采用了智能型F136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最大推力178千牛 新增加了两截对转身立风扇装置 可以使足够的空气转变为战机所需要的垂直气流 机灵F35B实现了垂直起降 也能够避免战机在超音速飞行时产生了阻力 提高战机的超音速飞行能力 F35B诞生后 未来将作为美国航母的舰载机使用 这进一步提升了舰载机编队的打击能力 此外 一些两栖军舰 例如美国的黄蜂级 日本的初云级 意大利的德里亚斯特号 都将F35B作为舰载机使用 这些两栖战舰实质上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准航母 可见垂直起降对于舰载机来说的重要性 不过 要想研发出该类型的战机确实难上加难 此前苏联曾研制出了超音速垂直起降亚克140亿 但由于苏联解体导致计划中止 中国目前仅有一款舰载机尖实物 该款战机性能可与美军F18相比美 但与F35B存在着代差 随着003号航母逐渐浮出水面 中国对下一代舰载机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如果中国研制出了一款类似于F35B的舰载机 不仅003号航母的作战能力能够上升一个大台阶 中国的075攻击舰也将迎来一款全新的舰载机 这有利于我军从平面登陆向垂直登陆的转变 不过 由于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发展的较晚 工业底子较薄 要想发展出垂直起降舰载机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曾经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 从美国引进了一批黑银直升机 但直到40年后我们才吃头相关技术 研制出了国产制20 所以在目前没有急醒做技术参考的情况下 中国下一代垂直起降舰载机的温室之路将很漫长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计划重启新一代垂直起降战斗机项目 即在雅克140亿的基础上研发一款先进的垂直起降战斗机 用于装备俄罗斯海军 俄罗斯海军已经有数十年没有装备这种战斗机了 现在重启这类装备 实际上还是受到了俄罗斯现在战舰制造能力的限制 如果研发普通的舰载战斗机 俄罗斯就必须让航母拥有弹射战机的能力 如果要建造华越航母 排水量也不能低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而俄罗斯已经失去了能够制造航母的能力 因此俄罗斯想制造垂直起降战斗机 实际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小型航母加垂直起降战斗机 是很多小国家拥有海上制空能力的唯一办法 对于我国海军来说 垂直起降战斗机其实是没必要使用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所以需要装备垂直起降战斗机 主要是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独立兵种 必须要一款战机保证空中作战能力 而中国海军陆战队并不是独立兵种 根本不需要搞出独立的战机来保证支空能力 而普通的作战任务除了要海军战斗机支援以外 使用海军的舰炮 对地导弹即可解决问题 即使是需要补充一部分火力支援 已经在两栖攻击舰上展开实验的直尸武装 直升机也完全能够弥补一部分火力不足的缺陷 而我国即使制造垂直起降战斗机 也很难保证装备数量 所以最终总数上很可能订购不足 导致价格昂贵 这是我国很难接受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彻底不需要垂直起降战斗机 特殊情况下 垂直起降战斗机占地少 岂非容易 对场地需求不高 所以我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联合研制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了 我国的隐身 航电和5倍上远远超过了俄罗斯 而俄罗斯在垂直起降系统和发动机的研发上 又超出了我国 两两联手研发的情况下 完全能够研发出一种战斗力并不比 美国F35BX的垂直起降战斗机 除了装备俄罗斯海军以外 我国海军完全可以小批量采购 除了装备在两栖攻击舰以外 也可以装备在我国的滑跃航母上 虽然滑跃起飞不足弹射起飞 但五代机相对于四代机的代拆优势非常大 即使是滑跃垂直起飞的五代机 也能轻松击败弹射起飞的四代机 这也是美国海军在演习中得出的结论 并且因为两国海军同时采购 再加上出口 最终产量很可能会超过500架 成本也能降到一个相当低的程度 按照俄罗斯在苏-57和苏-35项目上的价格来看 单价完全可以控制在1亿美元以内 这自然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 我国海军和俄罗斯联合研制武器装备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仅在发动机和导弹上 我国就和俄罗斯联合展开了多个项目 并且已经有数个项目取得了成功 研发垂直起降战斗机 并不是困难的事情